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都说玩荣耀的职业比赛 和普通玩家玩的不是一个游戏 我看未必啊 有些比赛出现的特别组合 如果不告诉你这次比赛 你可能还以为在玩无限大乱斗呢 那到底是什么样有趣的玩法呢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两个在比赛中啊 出现的有趣组合 一个 赤源斩组合 又创了新版弹弓牛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江子岩在使用大招的时候啊 可以利用大桥的大招进行传送 并改变最终大招的方向 而且啊 不会打断蓄力 呈现的效果啊 就跟用了闪现一样 打对手一个拓手不及 这款玩法曾在DYG和GK的比赛中出现 一遍使用出来的时候啊 大家都不以为难 以为是按错了 然后紧接着第二波啊 江子岩蓄力大招 孙岩虾和西施连忙跑出大招范围 可没想到的是啊 江子岩再次利用大强的传送啊 打出了一记 赤源斩 直接命中西施 江崎打残 差点就收掉人头 视觉效果爆炸 对手估计也是心里一惊 在不知道原理的情况下 根本预测不到江子岩出现的位置 更别说如何闪避了 整场比赛都提心吊胆的 那么究竟这个赤源斩 是根据什么来控制江子岩的方向呢 哎 你可别说啊 还真被我们给研究出来了 首先啊 我们先将大桥的大招 放在江子岩大招的正后方 可以看到啊 最终江子岩大招 刚好朝向正后方 进行了180度的改变 但是仅仅一次还得不出结论 所以又进行了多次测试啊 最终我们发现啊 江子岩的大招最终朝向啊 是根据江子岩 初始位置和最终落点位置决定的 将江子岩原本位置作为起点 传送的落点作为终点进行连线 那条线最终朝哪个方向啊 大招就会朝哪个方向 我们再来回顾一遍比赛中的画面啊 是不是和我们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啊 这招可谓是真正的黑科技 尤其是在比赛赛产上啊 如果你不知道原理啊 就会很被动 当然这个套路还是有不确定因素的 那就是江子岩最终落点位置 毕竟传送在圈里的位置是不确定的 那第二个就是溜溜球组合啊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其实啊就是李源芳的二技能飞过去 然后秒二鲁班大师的二技能回来的杂技配合 效果就像玩溜溜球一样极其快乐 这个配合是在TS对YTG的一场比赛中出现的 当时TS的李源芳和鲁班大师啊 被对面的鱼姬和张飞压在塔下 李源芳为了清线啊突然使出一击啊 瞬雷出击 二技能飞向兵线后 然后立刻被鲁班大师拉了回去 对面的鱼姬啊都没看清楚发生什么啊 吓得赶紧开起二技能就往后撤 反应过来一脸梦 但你以为这个玩法就是耍杂技 那你可就小看他们了 看这一步啊 李源芳再次化身一颗溜溜球 二技能闪现月塔 收掉鱼姬人头 然后潇洒飞去 简直不要太快乐 那由于李源芳的二技能可以短暂无敌 所以使用这个组合啊 在对线的时候啊 可以无成本消耗 几秒一个溜溜球 谁能顶得住啊 觉得这两个职业赛场上都能使用的组合有意思的话 可以拉上小伙伴去一乐模式玩一玩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想知道哪些有趣的玩法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是张大千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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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